MING PAO TORONTO 司機不足夠 因為沒有新人入行 我們都很困擾 我們這行的小巴司機 現在平均年齡都有超過60歲 現在我們司機全部都是長者 考牌的制度是否可以放寬 不用說一定要一考就考私家車牌 考一號牌二號牌 等三年才可以考小巴牌 的士牌或者非專利巴士牌 對有心入行去駕專線小巴 或者其他行業的司機來說 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時間 香港政府是可以放寬 用這個考牌制度 可以讓他一考就考小巴牌 或者的士牌 起碼都有一些年輕人 安定了 很容易有一班新力軍 做這個職業司機 第二就是 互應機制 那個SIPA都有說 是不是可以 現在會計師 律師 上去找食 職業司機 是不是都可以有呢 因為我也有些親戚朋友 他在上面駕駛的士 駕小巴 駕大巴 他下來了 你叫他 要再重新考過 因為 他沒有一個誘因 你叫他說 要重新考過 私家車牌 要等三年 再來駕小巴 根本就不可能 他已經可能 來了香港做保安 好嗎 有 很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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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